好吧,我还有一个孩子 好,我们去吧 好 别人,别人,别人 别人,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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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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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海洋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来自 佛罗里达州布里瓦德郡的 关于两名警察遭遇偷袭的 这么的一个案子 布里瓦德郡是美国佛罗里达州 东部的一个郡 东邻靠着大西洋 所以是个海滨城市 西边相邻就是佛州第三大城市 奥兰多 据2019年人口普查 该郡共有人口大约为60万人 事情是发生在2021年8月30号 大概下午1点钟 两名布里瓦德郡的警察 在执行一次交通执法的过程中 拦截了一辆车进行检查 被拦截的车辆 当时车上是有三名成年人 和一名两个月大的婴儿 还有一条狗 此案的犯罪协议人 是与婴儿坐在后排 经过短暂的交谈后 证明犯罪协议人 与两名警察发生了短暂的枪战 仅仅一分钟 双方一共发射了61发子弹 平均是一秒钟开一枪 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 两名遭遇袭击的警察分别是 布莱恩波特警官和泰勒托曼警官 这名犯罪嫌疑人是38岁的帕里斯 怀尔德 布里瓦德郡的警长在后来的发布会称 帕里斯是一个职业犯罪者 他的身上有40项犯罪指控 其中包括贩毒 严重伤害罪 袭击执法 部门人员罪 一级谋杀 未遂罪 还有持枪抢劫 重刑犯 非法持枪罪 暴力拒捕 非法常有毒品 还有违反多项缓刑罪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 这导致了他在与警察交涉时是 不会束手就行了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视频过程 然后我再给大家逐一的讲解和分析 但是短短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在视频中你会听到背景音乐 是因为视频画面是波特警官车里的行车记录仪 所拍摄到的画面 背景音乐就是他警车里播放的音乐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和他们等于一个美兽 我和我们一起来看 刚刚的视频 需要练习的 нем冷静 在车里面 放你的领域 对 OK 我们先看到的是拖曼警官 正在与这名女士交谈 波特警官正在与一名靠在车后备箱的男士交谈 当时的犯罪协议人还在车的后排里 与婴儿坐在一起 正在与两名警官交谈的这两个人 都与此事相继事件无关 很幸运他们最后也没有受到伤害 在枪击时两人立刻逃牌了 枪击过后这两个人按照拖曼警官的指示 又返回了现场 波特警官随后跟坐在后排的帕里斯 很礼貌的交谈 并且跟他谈论到了后桌的婴儿 那条狗当时也是在后排 波特警官让帕里斯从车里出来时 帕里斯立即出来 并掏出了一把类似于手牵握柄的短型步枪 开始向波特警官射击 波特警官为了躲避攻击 立即向后退去 躲到了警车侧面 然后开枪向帕里斯回击 帕里斯也躲在了车的后面 继续向波特警官射击 这时可以看到帕里斯的腿已经重担 他不断的在原地跳来跳去 试着继续向两名警察射击 这时可以从音频中听到 波特警官说自己也重担了 这时帕里斯从两车的中间穿了过去准备 继续追击两名警官 这时两名警官并没有意识到帕里斯绕到了警车的后面 他们以为帕里斯还躲在前方的车的后面 所以继续向前方射击 曼警官察觉到了后面似乎有人 他这一转身确实很危险啊 差一点被波特警官向前开火的枪所误伤 幸好托曼警官及时蹲了下来 这时帕里斯从后面出现 用他的步枪枪托狠狠的砸向波特警官的脑袋 并且持续的攻击对波特脑部造成伤害 由于两人在一起 托曼警官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开枪时机 这时他的弹侠退了出来 所以托曼警官立即绕到了这辆行车 记录移警车的后面换弹里 这时帕里斯还在地面持续的用枪托攻击着波特警官的头部 这时托曼警官从警车后方绕了回来 换好子弹找到了合适时机 立即开枪对着协议人进行攻击 直接清空了弹侠 最后救了波特警官的命 犯罪嫌疑人帕里斯当场被宣布死亡 波特警官的小腿被嫌疑人的枪击中 并且因为头部被犯罪分子反复击打 头部造成了多数伤口 组织损伤脑筋脏 眼眶骨和鼻痘骨骨折 托曼警官很幸运没有在此时事件中受到伤害 在车里的孩子跟狗也都平安无恙 大家可能很疑惑 为什么最后帕里斯选择用步枪枪托去砸 波特警官的头而不是直接开枪 这是因为帕里斯的步枪在枪击过程中卡弹了 这真是天意啊 要不然两名警官被敌人绕后 一定是凶多吉少 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 布里瓦德骏的警长文艾文小花时 情绪比较激动 可以看出他非常的痛恨整个犯罪分子 他在发布会上多次称其为暴徒 并且回答了很多人的质疑 就是最后托曼警官向在地上的犯罪分子 开了这么多枪是否合理时 警长的回答是 可以看出确实是非常感性的一名警长 警长还对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发出质疑 觉得帕里斯身上本来就有23项重罪 17项轻罪指控 多项暴力犯罪 两项正在调查的贩毒案子 这样的人凭什么被允许取保候审 并且很显然被取保候审之后 帕里斯并没有回来上庭接受审判 而是逃之夭夭 这种人出现在大街上随时都有可能对警察 或者其他无故的人造成伤害 这样的人允许出现在大街上 这一定是我们的司法系统体系出了什么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美国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请帮忙点赞评论和订阅 这对我是莫大的支持 请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新的一周 我们下期再见